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19月3日至4日举行,这是今年中国规模最大的主场外交活动,论坛成员包括中国与中国建交到53个非洲国家级非洲联盟委员会。 随着开幕式进入倒计时,世界舆论常中非话题持续增温,各方人士纷纷解读,不过有一个声音总是若隐若现,非洲为何如此青睐中国,中非关系可以如此亲密,是因为钱吗?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每年为元件世界其他贫穷国家进行专项拨款,由以非洲国家之夺。 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显示,中国在2010年到2012年的对外投资中超过一半给了非洲。 2016年,中国对非投资,贷款已超一千亿美元大关,将2010年增长了近50倍。 不过倘若钱与援助金额衡量,有个问题就解释不了了,因为要说咋钱? 西方国家更是大手比且出手更早。 数据显示,二渣后西方国家对非援助累计投入超过一万亿美元,2011年发展援助委员会对非援,助仍然达到了326.11亿美元,就连台湾当局的菜省长,这些年也没稍好非洲搞金颜外交,但一样收效甚微。 那么,中国的独特内历史,是什么?先来看一个例子。 苏丹,位于非洲大陆东北部,是非洲面积第三大国,自然资源丰富,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与欧美进行了石油合作,但一,次因为在海湾战争的立场被欧美遗弃,一次又被列入至孔明丹被单边经济制裁,兜兜转转几十年,始终未能摆脱贫穷。 但自从20世纪90年代,其实任总统巴西尔访华,邀请中国公司,帮助勘探和建立石油工业,短短七年时间,中国帮助苏丹,建立了上下游权套石油工业体系,让其成为石油出口国。 肯尼亚总统肯尼亚他,左,在蒙内铁路,以交易事上受人一余更受人一余,这恰恰是中国对非合作理念区别,与西方国家的根本所在。 麦肯西咨询公司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总共为非洲带来了数百万计的工作机会,三分之一的中国企业为当地人提供技能培训,二分之一的中国企业提供实习机会,还有三分之一的中国企业为当地引起了新技术。 恰如有人所言,非洲人民承受过五百多年殖民统治,包括三百多年奴隶贩孕,殖民主义是什么? 他们最清楚,欧美等西方国家是很好奇,但他们的援助往往附带着苛刻的政治条件,只有达到西方的民主和良知标准,接受西方的价值观,按其要求改造本国政治经济体系的非洲国家才可能获得援助。 而且,即便按照要求改造,欧美国家在赚取利润的同时,往往不负责输出完整的工业链,最终非洲国家也只是纯粹的经济之冥地,而中国从来不会把方案强交给谁,秉持的是平等合作的理念。 即便是简单的叙述用词,中国也非常注意,对非洲更多的不是专用者而是伙伴partner,不是帮助而是合作cooperation。 中国前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前外交部非洲司司战刘贵金也举例说,自己曾两次与非洲南部一个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商谈建交事宜。 当时,该国的总统是商人出身,一直在为建交开架,中国政府予以拒绝,并再次强调建交不是买卖,如果时机不成熟,我们可以等。 等了十几年,他们换了一个总统,愿意无条件与中国建交,当然,中国并非约大头,中国对非合作助力非洲经济腾飞,非洲之与中国战略意义同样非同一般。 外交部非洲司司司长林松天就曾说道,非洲是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最可靠的战略同盟军。 同盟军的描述可谓相当形象了,非洲有五十多个国家,是世界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在联合国成员国总数四分之一强,过去,是非洲兄弟将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现在国际局势波轨云爵,美国孤立主义倾向加剧,非洲仍是中国外交必需团结和依靠的重要力量和战略依托。 此外,中国和非洲,两者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互助性,总体而言,我国与非洲国家,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双方在经济结构优化,产业升级方面固有需求,而且随着非洲人口增加, 经济复苏,程序化进程加快,将有望成为我国最具潜力的商品,服务贸易和工程承包市场,不说别的,进化为一家公司而言, 其全球收入的15%都来自非洲,结与中国的到来很大程度,都改变了这种建筑国与接收国的叙事。 但是,在殖民元主义书中,在比亚经济学家丹比萨默约直言不惠,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不是谁的地盘,中国深爱这个道理。 过去,正是基于这一理念,我们走进了非洲,相信未来,中非合作将开拓更加广阔的发展情景,双方迎来更多的发展奇迹。 这个问题,我们来说大家一起做开拓更多的发展情景,点赞工作室合作为我们来自民主义地监用的发展情景,双方简单与接近两个月。